在雙北地區一晚連續發生三期的超商商人搶劫案 我們聯合市嫌犯闖進櫃台之後用刀劃傷了電源 而且得手將近有兩萬元 由於這個犯案的地點遍及了雙北地區 所以雙北警方是合力欺捕之下 還好火速在十八個小時內 在基隆的七堵泰安瀑布附近 逮捕到一名越南籍的嫌犯 警方目前先將人待會徵詢 而至於搶來的財務還有動機 有待進一步釐清 逼著頭戴著口罩被三名員警架著帶進警局 雙手雙腳也全都上銬 他就是一晚犯下三期超商搶案的嫌犯 警方逮捕時的畫面曝光 當時嫌犯只穿著短褲 上半身赤裸 員警發現嫌犯立刻衝上前 過程中搶匪還一度反抗 最後被兩名員警壓制在地才放棄掙扎 從凌晨第一期搶案到晚間六點多 警方十八個小時火速將人逮捕歸案 犯犯小組就兵分五路 擴大這個搜索的範圍 在七堵區他安瀑布的人行步道旁 發現犯錢 於是犯人小組人員一勇而上 將犯錢來一個逮捕歸案 嫌犯是去年才來台的 21歲越南籍移工 他在24號三個小時內跨縣市 連搶了三間超商 一共得手兩萬元 嫌犯先是在戲紙超商結帳後 闖入櫃台搶走九千九百元 還拿水果刀劃傷店員 一個小時後他到了台北市新義區 同樣拿水果刀劃傷店員 搶走一萬元 之後搭計程車第三站 再到新北市樹林區 這次他沒有搶成功 劃傷店員後 徒步走到博愛街 搭小網離開 櫃台內血氣斑斑 可見搶匪有多囂張 警方發現嫌犯從台北搭火車 返回基隆七堵 中午左右到嫌犯住處搜索 可惜鋪了個空 釣魚監視器發現嫌犯可能藏匿在山區 最後在欺賭泰安瀑布附近 將囂張嫌犯逮捕到案 記者 中午報導